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大家都跑到哪里去了 任姐姐 千万不要出事啊 盯着眼前的童谋 蝴蝶人终于回想起她的身份 当年就是她 杀死了身为猪的姐姐 上弦之二 绝对不能原谅 初次见面 我是童谋 真是个不错的夜晚呢 救救救我 求你了 帮帮我 安静一点好吗 不错的速度啊 把人救走了吗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怎么会这样 不好意思 没事的 就放在那里吧 我会把它吃干净的 那孩子再也不会害怕了 被吃掉的他会得到救赎 和我一起度过永恒的时光 你是疯了吧 脑子真没事吗 令人作呕的家伙 还真是伤人呐 明明才第一次见面 你如果有什么烦恼 也可以告诉我呢 不知所谓的家伙 你还记得这件羽织吗 是你杀了我姐姐吧 是吗 有点眼熟呐 我想起来了 你是那个孩子的妹妹吗 那可真是个温柔可爱的孩子呢 不过没能在太阳升起前 失掉他 还真是可惜啊 你给我住口 虫之呼吸 风牙之舞 血滚树 年夜冰 只凭这点本事可杀不了我呢 毒杀吗 很厉害呢 不过真对不起 好像被我不小心给分解掉了 好开心啊 被毒杀的感觉实在太棒了 还有更厉害的吗 好想试试看啊 如你所愿 现在这种情况 完全在预想范围之内呢